我们都知道,在今年Vivo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系列,就是Vivo系列,而且这个系列的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性价比,定价一般在一千多元, 所以,这个系列还是非常的让消费者喜欢的,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,这个系列一共有两款产品,分别是Vivo Z1和Vivo Z3,并且这两款新机在上市之后的销量,也都是非常的理想。 到现在来止,相信有很多的消费者,对于Vivo系列的新机感到非常的好奇,而就在最近这段时间,小编就从国外的媒体上面,看到了一则关于Vivo新机的消息。 Vivo Z5曝光后,我后会入手了Vivo Z3,差距不止一点点,而这款新机经过小编的了解到,就是Vivo Z5,所以今天小编要跟大家聊的这款手机,就是Vivo Z5。 首先,Vivo Z5将会使用6.4英寸的主频尺寸,在清晰度方面比起前面两款产品来说也是非常的高,达到了2560,乘以1080的像素,我们都知道Vivo Z3这款手机的机身的边框非常的窄,所以Vivo Z5这款手机将会沿用Vivo Z3的这一个优势。 而在处理器方面,这款Vivo Z5搭载的,则是与Vivo Z3同款的骁龙710处理器,流畅水平虽不是绝佳,但在千远机中也表现十分突出。 此外,它还为消费者提供了6GB和128GB的内存组合可供选择,GC最高。 版本是8GB加128GB的组合搭配,性能绝对无庸置疑。 据逼者看来,其相比Vivo Z3的最高6GB加128GB的组合来说,此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肉介意吧。 另外在电池的容量方面,据如今Vivo Z5已曝光的参数看来,也是Vivo Z3绝对难以忘记像碑的存在。 3700mAh的电池容量,据逃能力相比之前的Vivo Z3直线攀升。 不过对于其售价,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消息,甚至就连手机也是处于概念机的阶段。 对于究竟会不会出现概念0-0,量产罗日风的情况还有待伤势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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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